还是在泰国军人政府准备颁布新法令以取代军阀管制 新法令将赋予军方绝对的权利 首相巴育今天表示 他已正式寻求泰王的批准终止军阀管制 并指出他将以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的名义 颁布一个同临时宪法中第44条款相似的新法令 来取代军阀管制 新法令将让军方拥有绝对的权利 起草工作已在昨晚完成 泰国军人自去年五月政变上台执政后 便一直面对西方国家商界以及旅游业者的压力 要求解除军阀管制 泰国军事法庭有权制裁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 被告没有上诉权 军阀也严厉禁止五人以上的公共集会